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都很久没跟大家分享过鱼的食谱 所以今集我就趁现在是新年 跟大家分享一道桂花床子鱼的做法 鱼红档档,够了耳朵 顺便在这里祝大家新一年新年快乐,年年有余 整碟鱼的灵魂材料就是在汁里 只要你调教得好 用什么鱼都没什么所谓 所以在外国的朋友 买不到新鲜鱼的都不要紧 用冰鲜鱼 甚至简单点用雪藏鱼柳去做 味道一样都是这么正 不说太多,先看材料 做虫子鱼不一定要用桂花鱼 用鲁鱼甚至玩鱼去做都可以 但是桂花的肉质就会滑一点 畅畅都叫淡水石斑 因为今次我不多人吃 所以我只是用一条十两重的新鲜桂花 当然越大条做出来就越有气势 之后就买少少松子回来装饰一下 成品才像样 松子可以在药材店或海尾店就会找到 不过松子就不便宜 要乘一百九十元一斤 所以买十元回来做就很够了 至于腌鱼的材料 今次我会用一汤匙的干葱头 一汤匙的姜蓉 和两只鸡蛋 调味方面大家都知道 我是很讨厌找到白醋味 所以我就会用300毫升的苹果醋去代替 做出来的味道就会没那么强了 接着再加一茶匙的冰花酸梅酱 和12汤匙的茄汁给它 今次我就改用蜜牙糖去取代我们平常用的白糖 因为用白糖会比较抢厚 蜜牙糖的味道相对上就会柔和一点 做出来的汁也会比较柔和 在做之前我已经预先将蜜牙糖座溶了 等待做汁的时候就会方便些 加一些红黄椒和西兰花做点绝之后 这个二头十足的汉莲菜就可以马上开工 由于虫子鱼做完之后要即食 才会吃到脆的口感 所以配料就要在前期做了 首先将少少油落锅烧到微热之后 就放了些虫子进去炸一炸 因为虫子就很快熟 所以用微热的牛温用最小火慢慢炸它 就会容易控制很多 那么小虫子大约都是炸了一分钟 就已经微微转了金黄色 那就随即拿上来瓶一瓶油 在瓶油的过程 虫子就会慢慢变得更加金黄 所以千万不要等它炸到完全金黄色才拿上来 而剩下的油就抽一茶匙出来放入大碗备用 之后就圆锅倒清水进去 先把西兰花灭 水滚之后就加一茶匙的盐 和一茶匙的糖给它 这样做除了给西兰花之外 加了些糖进去煮西兰花 一会上碟的时候西兰花的颜色就会更加脆老 畅熟了之后又是拿上来备用了 洗净锅之后 我们就将300毫升的苹果醋 和200毫升的水落锅 做个糖醋汁出来 当些醋滚起之后 就加上茄汁进去推汁出来 当茄汁煮熟了之后 就给多一茶匙的冰花酸梅醬 和麦芽糖进去 再继续推一推汁 这次的汁就不要做得太稀 微微稀稀的才是漂亮的 所以在推的时候 就可以逐少逐少加些三分水进去 用心推到现在这个状态 不需要稀到像章糊一样 比水稀稀稀稀就足够了 搞定后 就把它倒入刚才放了少许油的碗里 汁有少许油份 做出来就会更加亮相 才蛮漂亮的 接着就洗完鱼 鱼先 桂花的表面是有很多盆在上面 所以在洗之前 就最好将这些盆清走 洗的时候就会好握手一点 虽然这次就用油炸鱼 但是在洗鱼的时候 同样都是要将鱼身上的血水彻底清走 那就保证到不会有腥味 洗完之后 同样都可以将鱼抹干它 一会切鱼就没那么容易练手和弄了 在这里我就先戴头盔 先看吧 我不是什么大C cup 开一条鱼对于我来说是有点难度的 不过就尽做 首先我们将鱼头切出来 切的时候可以在鱼头下面留一点位置才切下去 这样鱼头就可以在装盘的时候站在里面 之后就在鱼背上切一刀 然后就慢慢沿着切口切进去 因为这些东西平时我就交给鱼当做 好似我个不熟手的 最好在尾前面留一寸位 慢慢一刀一刀切进去 直至切到鱼肚为止 另一边用同一个做法切好之后 一条鱼就开了两边 之后就将鱼切出来 而鱼膜也要切走 当然鱼骨和鱼膜就不会就这样扔掉了 拿去煎一煎熬个白汤出来 这样也可以煮多个菜 吃得不要浪费 之后我们就在鱼身上用斜刀 和鱼割一割花 如果你技术高超 割到刚刚到鱼皮就停就最好了 我就割割1-2cm就停了 都是那句 我又不是大厨 切得没那么漂亮就肯定了 切好之后 鱼就变成这样 在家做来说 成品也算勉勉强强的 之后 我们就将鱼放入清水里洗多一次 洗的时候就要轻轻力 因为割成这样 鱼就会很容易断 搞定之后 又是用一块肝毛巾 尽量将鱼的水分全部吸出来 之后就可以给微给它了 首先在碗里放两只蛋进去 然后将干葱头和姜蓉都倒进去 再放适量的胡椒粉 1汤匙绍酒 和半茶匙的盐进去 之后就可以将蛋章搅匀 做蛋章有些做法是会落葱倒进去 醃完之后再抽上来 但今次我就直接用干葱头去变 因为干葱头就比较耐火 不需要在醃完之后抽上来 做起上来就会方便些 搞定之后就将鱼放进去 醃回15分钟 15分钟之后就倒定一大盘面粉出来 用来一会和鱼上粉 上粉就最好不要用生粉或者鹰粟粉 因为生粉和鹰粟粉就会比较吸水 那些粉就会很快吸到蛋章 做出来的鱼就会不脆 在上粉之前 我们就要预先烧一锅油 一会上完粉就立即放鱼进去大滚油里面 这条鱼才会炸得脆 在同时间就排好西南花 留一会上菜蓉 接着就可以放鱼进去上粉 上粉的时候 每一个角落都要碰到面粉 如果面粉不平均 有些肉没有上粉 鱼就会炸不开肉 上粉后就把多余的面粉倒出来 搞定之后 就立即将鱼放进去已经烧滚的油里面 今次我就有少少做得不好 因为应该用双手将两边的鱼肉夹实才放下去 等鱼定型之后才放手 但今次我就要按上机子 做不到双手下鱼了 之后就让鱼在锅里炸 不要动它 等它定型先定型 你看到 由于我没有双手下鱼 鱼就会炸到分开了 不过不要紧 我们一会在装盘的时候 可以把它放好 如果是炸排骨 你可以用小火慢慢把它炸熟 但是炸鱼就不可以了 如果油温不够 鱼的肉就会不断吸光油粉 那就不脆了 鱼就很快熟 炸了大约2-3分钟左右 看到鱼转金黄色的时候 就可以拿上来放在碟里 之后 极速洗完锅之后 就把调好的汁都倒进去翻热 煮滚之后 就把汁倒在鱼身上 再把松子和切碎的红黄椒铺上去装饰之后 就可以上菜了 搞了一大轮 今集的松子桂花鱼就大功告成了 可能你会觉得 只是把鱼弃肉已经很麻烦了 如果是平时吃 可以简单些用2条急冻鱼去做 便宜的又可以练习一下鸡花 做出来一样都是这么有风味 不过这个菜用什么鱼都没所谓 最重要都是在汁里 大家不妨试下用麦芽糖调甜味 不然你都会觉得比白糖好吃很多 今次就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下次再见 如果大家喜欢我这条影片的话 麻烦给个like 给我麻烦哥 订阅我的朋友 记得大力点按住小铃铛 拜拜